今天我們大概就在感人的時刻了 接下來就是 應該不會再更感人的時刻 那我覺得這首歌 這首歌 是一個對親人的想念 一個赤裸裸的想念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歡這首歌 我看 通常我都會罵他的旋律手 因為我們在寫歌的時候 對啊 他會罵我的旋律爛 但是這首歌我真的完全無法挑剔 謝謝喔 待會下去記得發350給我 好 等一下我請你吃飯 好 接下來這首歌呢 叫做繼續走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這首歌的創作靈感來源 就是 其實我是一個蠻無聊的人 我有一天半夜睡不著覺 然後因為我的英文名字叫Freda 然後我就上網搜尋了Freda這個字 欸你們誰無聊會自己上網搜尋這名字 舉手承認喔 我看到你在笑我是不是有 沒有 沒有 太好了 沒有 請繼續 好 對然後呢 我就搜尋到一個跟我一樣叫Freda的女士 然後她抗癌成功了 可是她在就是在化療的期間呢 她就發現說台灣其實很少有關於癌症的期刊或什麼 所以她就在就是化療的疼痛當中 替大家翻譯國外的期刊在她的部落格上面 然後她的部落格曾經就提到說 當她生病之後啊 她才發現說她能夠健康的忙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對耶 她因為她生病了然後她提不到這件事 然後她也感動到我們 我覺得我們不可以再抱怨 就是就算可能做音樂會有一些挫折 但是我覺得至少我們還可以掌握自己的時間軸 所以送給你們這首歌繼續走 希望大家都追夢勇敢追夢謝謝